報偉 這個我們目前掌握的大概是 非避險的比例比較高啦 所以不是避險的比例比較高嘛 現在你掌握的數字已經到六成了是嗎 但是避險跟避險 避險跟非避險 理論戰友但實際上也不是那麼決然 可以劃分得那麼清楚 沒有關係啊 這個我們等一下可以進一步討論 我為什麼會直接用這個問題開場 因為2014年的時候 5月19號 我看了也是在同樣一個地點 那個時候請了金管會來針對TRF進行專案報告 那一次的專案報告當中啊 在本委員會當中 很多非常資深的委員 包括我們今天的主席盧委員在裡面 都非常關心那個問題 那請問主委啊 你知不知道在2014年5月19號那一天 立法院針對TRF進行 要求金管會進行專案報告的時候 那天通過了什麼樣子的決議 主席盧委員 就是我們對於一般人齁 會避險的部分 我們是不讓他們 再做乘坐TRF TKO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要嚴格控管 這一類商品的相關的風險 沒有 我把那天決議的內容 因為我為了慎重起見 在立法院公報第103卷第42期 那天決議的文字 後來有些委員還有做一些調整 我再唸一次給你們聽 建議金管會嚴格規定相關缺失沒有改善以前 除既有客戶之停損退場交易外 不可以再繼續新乘坐非避險TRF的銷售行為 這是那一天 財委會跨黨派的委員共同提案 大家決議通過了 那我想要請教金管會 對於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那一天在這邊所做成的決議 有沒有切實執行 報委員 這一個應該是建議說 金管會應該嚴格控管風險 所以我們在6月份的時候 也處罰了9家銀行 沒有 我現在 因為我剛剛文字已經講過了 我再唸一次給主委跟局長聽 不可以再繼續新乘坐非避險TRF的銷售行為 那我只想要說 針對立法院那一天那樣子的決議 金管會辦理的情況怎麼樣 是覺得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那天所做的決議 給金管會的這個建議 完全沒有道理 因此不必要去遵守 還是說貴會已經按照這個決議確實遵守了 報委員 我們絕對是遵守立法院的決議 但是這個建議 我們已經針對一般人的非避險的部分停止了 所以就中小企業的沒有是不是 中小企業的部分 我們如果是避險的當然繼續做 非避險的話 不可以做嗎 是嗎 對 就是看他的KYCKYD的部分 那一天在財委會的時候 金管會那時候所提出來的數字 非避險的交易量是30% 到2015年 也就是去年11月的時候 你們再度發布新聞 非避險的已經到5成了 到今天你跟我講 非避險的已經到6成了 我們在2014年5月的時候 財委會就在這邊做了決議 要求金管會要控制銀行 非避險的投機行為不能夠再做 結果 雪球越滾越大 到今天已經到6成了 金管會真的有按照 財委會那天的決議去執行嗎 報委員 有 我們都確實依照 財委會的決議來執行啦 所以也 才會有這一個 104年 我們陸續 兩波再來 管理規範建議制度 防止TIFDKO的風險 這個我了解 就是 謝局長 就是說 你們三波管制的內容 我大概都詳細看了啦 這個是我把它 按照人民幣的匯價 跟你們的管制作為 在時間的軸線上面 所做出來的對照表 看了這個圖以後 我相信任何人都有一個 很清楚的結論 就是金管會的作為 總是在出事了以後 再開始補救 第一波 2014年3月的時候出事 所以5月的時候 財委會要求你們做專案報告 你們在6月的時候 記出管制措施嘛 然後第二波2015年3月的時候 再出事 所以你們又開始 第二波的管制措施 結果到2015年3月結束 那個管制措施 還沒有開始進行多久 就發生了8月11號 人民幣幣值大跌的慘距啊 我大概可以用慘距來形容啊 以你們現在目前所掌握到的數字 應該是不為過 然後你們開始去找銀行去規範 到今年年初的時候 你們才制定一個相對 比較具有具體內容的管制措施出來 我想要請教啊 主委或者是啊局長 如果說2014年5月 財委會的決議有被遵循 或者是你們在2014年5月的時候 就採行的像2016年1月這樣子的管制措施 今天TRF的問題會這麼嚴重嗎 呃 報委員 委員講的也對也不對啦 呃 就是說 不對的地方就是 在呃 今年齁 去年10月份的時候 人民幣大扁是今年1月 但是我們去年10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進行第三波的一個 沒有啦 你說人民幣大扁是今年 那2015年8月11號 人民幣沒有大扁嗎 不是 報委員 所以您講的也對也不對 不是啊 那8月 我看這個最大的jump 是不是就是2015年8月11號 對 8月的時候 但是我們第二波的管制是在2015年6、7月的時候 對 也就是說齁 委員講的也對也不對啦齁 那 沒有啦 我齁再跟你講一次 第二波2015年3月的時候 是不是又發生一次了 所以你們到6、7月的時候做一次 到8月11號的時候又大跌 所以才做第三波 就是我如果這個圖啊 人民幣的匯率啊 還是你們管制措施的時間點 如果有畫錯啊 我真的歡迎你們指教 沒有問題 但我今天啊 之所以要跟你們談這個問題啊 不是在追究 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啊 千金難買早知道了 我相信 金管會所有的官員 大家都是很認真 如果我們能夠早一點知道這件事情的風險 有早點採取有效的管制措施的話 可能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不會這麼嚴重 那今天有很多委員都要你們提出來說 我們接下來所面對的損失到底是多少 那那個損失的數字上個禮拜 你來我辦公室的時候 我也跟你說了 我要的不是只有TRF本身 因為接下來還有牽涉到了說 他接下來在銀行把它直接轉為貸款 或者是列為應收賬款 那一些接下來你可能都會發現 客戶根本沒有辦法償還那些錢 而產生銀行系統性的風險 這個是我現在真的比較擔心的問題 那因此我希望啊 金管會對於這件事情的解決 要採取一點比較積極的態度 不好意思我時間到了是不是 再給我30秒收尾 希望採取比較積極的態度 所謂比較積極的態度是說 現在大概TRF跟DKO 你看明目本金一直降 其實已經沒有意義了啦 因為那已經到期了 不管是他自願平倉 還是被強制平倉 你看那個明目本金降 因為我看你們發布給記者的新聞稿 是強調那明目本金一直在降 但是重點是 那一些到期的已實現的 包括沒有實現的損失 轉為貸款轉為應收賬款 他最大可能的損失是多少的那些數字 你們自己有要求銀行 必須要告訴客戶做揭露嗎 所以那些數字你們應該有掌握 那接下來你們在提供給 各個委員的資訊的時候 我希望你們所提出來的數字 有包括最大可能損失 也就是銀行提供給客戶的那個數字 那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才可能比較有效的評估說 我們接下來有可能要面對的風暴 到底有多大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只能就先講到這裡 那其他今天還沒有解決後續的問題 我再另外跟局長 約時間請教謝謝 費委員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剛才有預告過 從九點開會到現在十一點多 給他們去洗個手好不好 那我們休息五分鐘 讓大家去洗個手 那一線備詢的人優先上廁所 一廁所只有幾間 然後其他的稍微晚點進來沒關係 但是讓主委跟議事人員先去洗個手 謝謝 OK 謝謝費委員體諒 費委員說